龟石越轮次 不越轮次呀 龟石很厉害呀 谢谢许许路上的钻石跑车 龟石不越轮次呀 这狼腔的板子有什么越轮次 听说小狼龟挺好的呀 你结果论人家一号玩的不错呀 有什么越轮次呀 龟石好人不跟 不跟那个一号头 说明不太认可一号的配置 你换我坐在一号 我说龟石所有人把一号 十号打飞了 不就这点意思吗 今天这个好像怪不到一号吧 一号玩家很厉害了呀 人家龟石 已经很不错了呀 你们还能喷一号 这个很欢迎 那个位置归六归十是一个轮次 没有什么越轮次呀 狼人杀这个东西 狼腔手卫的板子 归到小狼就可以了呀 归到四开枪 就算不带九 九号都有可能把二号毒了 但是带九一定是好的 谢谢威威的夏日流营 谢谢若兰的钻石跑车 你只能说 大赤赛的嘉宾不认可一号的配置 但人家会对的 你得认 九会毒六 不一定不好说 但是带 带那个 带那个九一定是最好的 带九一定是最好的 就肯定带女巫是最好的 归了我们唯一的迎面就是带女巫 带首位都迎不了 带女巫 那个 对 我们 我 我其实 我也不知道圈圈怎么找到九 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了 我当时要冲票 我不可能再去分票九的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每次都靠我找 怎么找到女巫你们得举个圈圈呀 你们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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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我举的 就 哎呀 还行吧 还行吧 人人家归到一肯定喷不到人家 对不对 人家喷到一肯定喷不到 肯定喷不到人家 哦不是 那个一号归到十肯定喷不到一号 人家归的是小了 对不对 人家能归到十还行 我们我们讲道理 对吧 我们得得讲理 这东西你不讲理不行 一个预言家 上次他归了狼枪 然后这一次他归了小狼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狼肯定冲票啊 我们狼肯定冲票四呀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东西你看怎么说 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去分辨 你你信一就跟着一归票嘛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你信一 你信一是原家 你就跟着他归票 他要归错了 喷的也是他 也喷的不是你 你要信四 你就跟四一块头一 就是一和十的轮次 第一天的轮次就是四和十 没毛病 不一和十 那我们狼人肯定投四 因为我们绝对肯定有 有人会投到四身上 因为好人不太信 一行家的配置 就是这意思 有个屁的月轮次 你们会不会玩哪一首 这妈头 谢谢妮可的 威爱启航 怎么叫月轮次 有什么轮次 一轮次就是 你要说月轮次 就是头四的好人 月轮次了 能明白吗 第一盘 这局游戏 狼枪守卫的轮次 就是信一投十 信四投一 对吧 四和十的轮次 投不到别人 能明白吗 你要非得跟我说轮次 这局的轮次 就是四 不是 四归的一 一归的十 就是一和十的轮次 外之位 投外之位的 投外之位的 都不对 能明白吗 你要是 当然你说你真的很厉害 你很厉害 你就 你就逆着轮次来 你也可以 但是你要说轮次 那就是一和十的轮次 没毛位 这不老人杀 不就这么忙吗 你信不信一号是原家 你信了一号是原家 你就跟他投 一号玩家 这轮归十是好人 你外之位投狼 你牛逼 但一号玩家 只要归的是小狼 你还 投了四 那不好意思 因为你没有归十 我换句话来讲 如果是我就在一号 我归十 十号不就出局了吗 不就这点事吗 说白了还是 说白了这局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信下 一号人家的配置 就这么点事 能明白吗 听懂了吗 为什么不到一 首位会首一啊 我必须得跳 猎人 不然我有可能被外露了 我必须得跳 猎人 不然我真的 我感觉 我感觉一号要露我 我感觉大外要露我 还好我跳了个猎人 其实也不是拿捏长男 其实这个东西 京城 我早在直播间里面就说过了 京城达尔赛的首位 只会守远点 我都砍烦了 你甭管谁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 我都在直播间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要砍首位了 因为首位 他心里总觉得 他们可能找不着我是首位 其次呢 我就算被砍死 我也不背锅 反正我守着原家 我一旦是自首 他们砍到原家 我就背锅了 那不就是一直是这样吗 不就一直是这样吗 哦 对了 我得给书亚信宣传一波 我得给书老师宣传一波 书老师马上参演的 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唐鬼二 唐鬼二 今天首播 那个有书老师和那个孙远宁都在 孙远宁好像是几大主演之一了 是不是 书老师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演的 然后还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希望 也来过我们大乐赛 反正他们这个这个剧里边 都都来过 有我们大乐赛里边两到三个演员 大家可以去新雪宁都能演女二 我的天哪 那不是 太太太 太羡慕了 太羡慕了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一个当官的闺女 我没怎么看 不是女艺吧 不是女艺 孙远宁不是女艺 我记得不是女艺 希望是一个也是一个单元里边的一个 什么东西 这是 谢谢刘启恒的西瓜头盔 我操 牛逼 挺快送礼物 对没事 以后我就这么跟你说 以后我拿狼我就看守卫 这精神大战赛的守卫都不会守那个自己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本来守卫是一个非常好守平 我都不知道守卫有什么难守的 他就不能不能守自己吗 他守自己不就完了吗 我拿守卫就一定会守自己 我就让预言家出局 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就让预言家死 你就让预言家死 不就完了吗 你就让预言家死 死了之后预言家死了 你在场上多发发言多好 为什么让别人坐那 我拿守卫的话 如果我是守卫 我就永远守自己 我不可能让别人去那个 因为预言家没有 我有用 懂吗 我守卫 我一定会保自己小面 我不会让预言家那个活着 我就只守自己 他们天天守预言家 你是没法让 一到一个小朋友 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 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 一到一个小朋友 真的随便摞按砍这些 随便砍 他们都不守自己 不遇到一个小朋友 老实说 我说句公道话 今天大卫归时 你喷不到人家一号 对吧 人家归队了 你下次可以喷 我扫不成衣的人挺多的 我扫不成衣的人挺多的 所以我也很 有时候很多时间我也不懂 就是这些喷人的这个观众 当知道自己狼杀水平不行的时候 这个是怎么样的想法 真的是 没道理有的时候喷人 不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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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我觉得大卫 其实玩得还可以 玩得还可以 真的玩得还可以 归期不太能归 因为我是猎人 你知道吗 我跳的猎人 后面没人跳 我跳猎人 纯属就是怕被归 我怕被low了 你知道吗 我就跳个猎人 明天 明天不是大卫 这周大卫好像只能来一天 这周大卫只能来一天 对 而且他确实是 而且你看他那个 他想归8和10 对吧 但是他说58互保了 然后10又保了8 所以10的身份最低 归10真没毛位 这还真没毛位 有理有据 他都不是蒙 你看他的发言不像是 法拉利那次蒙 对吧 那次法拉利说 我就蒙了 我就出12号 出对了 那这个东西 那就是蒙的 对吧 但是1号玩家 他已经阐述了 很明白的逻辑了 为什么归到10了 人家说的明明白白 我觉得那个发言 真挺好的 喷不到人家 你可以讨厌他 你可以讨厌他 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 你可以觉得这个人 是新来的外来人 对吧 以前可能是那边的 你可以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是你说他这个喷 就有点过分 咱好 有实话实说 咱实话实说 对 因为你如果是 因为说人家 什么越轮次归石 什么怪 1号人家归石 有点不合理 我是觉得有点不合理 咱们公平公正一点 好吗 公平公正 人家 人家今天归对了 人家不会爱喷 下回他还这么玩 比如说归 他归到把女巫归出去了 你爱怎么喷怎么喷 这东西 说白了 还是有没有能力 听出十号是狼 对吧 这个东西 还是有没有能力 能够听出十号 人家是狼 我相信 其实头四的人呢 头四的好人 可能没有听出 十号人家是狼 我也忘了 谁投了十了 应该也有票投了十 投了十是说明 听出十是狼了 我做一十 对 你看就是我这外 说要归十 所有人都会跟我投十 没毛病 所有人都会跟我一起投十 还是配置认可的问题吗 牛肉干投了十是吧 那你做牛肉干挺住来十吗 对吧 也挺好的 这东西 但是 但是还好吧 因为上一次他不就外之 你看我以为大卫会当咸鱼龟四呢 因为上一次他就外之为龟的KS 他就上一次他就有想法 外之为龟员背锅了 他龟有个狼腔倒入名了 这次他就外之为龟小狼了 虽然游戏输了 但是对于狼人来讲 也算是 有点危险 十号真的出局我们就崩了 十号 因为十号真的出局 我们都冲的四 就很明显要出问题 对不对 这十号出局我们狼人没得拉 没得打 我想知道李斯特的谁 李斯特的谁 李斯特的是不是死 李斯特的是不是投的死 废物 太惨了 水瓶投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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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啊 啊 呀 没什么好 我胖了吗 还好吧 我觉得还好 水平啊 他在跟大卫打 可以他们这个PK打起来下周 下周流水上来就能多来了 怎么判到二是首位 我第一天我们第一天就定的二是身份 就砍到二啊 第一天我们就定的二是身份 九号是女巫 三号人家是猎人 一号是原家 二号人家不是只能是首位吗 这个东西不用不用怎么想呀 有什么不能找的呀 三号人家肯定是猎人啊 我跳 你看场上不跟你说 王宝宝都能知道三号人家是猎人呀 王宝宝说我跳完猎人 三号人家就没笑过 三号人家傻了呀 我跳了他的身份呀 三号人家 三号人家 他没笑过呀 能懂吗 这不是很好吗 谢谢车车的掌上明珠 谢谢车车的掌上明珠 他以为我帮他挡刀 真的假的 李斯是不是疯了 谢谢车车的云 不不 谢谢云上的掌上明珠 谢谢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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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车车的掌上明珠 那个我打三号是狼的说三号可太牛逼了那个反馈 你就是心说老子有身份你在打我 而且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李斯能定我是好是好人 我给你们分析他有可能不承认 李斯有可能不承认但我认为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认为七号玩家打我猎人是狼他一定不是真打 就是如果我李斯的底牌是平民我打他是狼他会认为我是狼 他会认为七号玩家作为一个狼人敢打他是猎人一定是在捉弄他 而不是真的 能明白吗 所以他认为我是好人 但当我跳出猎人的时候他就更迷了 其实我都觉得我跳出猎人打他他还会 他会心里这么想他说我操这外这个B真的坏 他跳我的身份玩我的地牌就是为了让我说他是狼 我不行我还得保证好人这个人就是想让我定错他身份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水平和大卫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没有第二天了我们就是开枪 我们就是开枪 我们就是开枪的事 就是开枪带女巫 圈圈找女巫其实找的还挺挺准的 可能是九号人家对于二号人家打得太狠了吧 九号太打二号了 然后开枪带的女巫 女巫被带了 晚上就是砍对人就可以了 砍对人就拍刀了 我也留想拍刀了 巴都不太不太像女巫 说实话 巴都不太像女巫 砍二平安夜推不到二了没轮次了 砍二平安夜狼人只能自爆 自爆再去杀 没有砍二已经坐着交牌的心里走了 但我认为长男不太会守自己 我觉得长男会守远点 砍二风险是最大的 但也是收益最大的 我还要一个为什么砍二 你看啊 你看为什么第三盘的时候 砍耿雪儿是有迹可循的 不是说懵的 第三盘砍耿雪儿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李斯认为耿雪儿是大哥 懂吗 就是 守卫会认为 狼人觉得我是大哥 可能不会砍我吧 那我就守远家吧 他可能是这么想 所以这个是不砍五的原因 不砍二的原因是因为女巫出局了 女巫出局 爆了二室饮水 说他是这个自刀狼 然后就是 也就是说二的身份很低 二是全场身份最低的身份了 那么狼人很有可能去砍一推二 对不对 你比如我们外之位砍了一 把一砍了 有人跳个守卫 把二推了 二的身份不是很钢铁 所以有可能不吃刀 有可能二号要吃扛推 二号在大部分人的狼坑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 二号不会守自己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长男可能 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比较低 狼人不会砍他 所以他就没有守自己 他守得一板 可能是这样 但还是 没办法 就得砍 三号就最后一刀砍呀 三号就留着最后一刀砍不就完了吗 三号小破猎人不是在那嘻嘻哈哈的不是玩闹 也可能下次就是 我下次肯定还会砍守卫的 我不会砍别人的 我下次只会砍守卫 下次我肯定会砍守卫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会自首的 我一定会砍守卫 下次我是狼我就一定会砍守卫 我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我在直播里也这么说的 我之前没有砍过原家 我最近十次剥刀全是十次砍守卫 守卫全死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自己去看最近我拿狼的那个录屏 我十次守卫狼人全死 这个守卫全死 对 如果我在狼队 他们可能会自首 但是他们可能是听不出来我是狼 知道吗 他们可能没有觉得我一定是狼 你看今天的第三把和第四把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认为我一定是狼 我觉得是这样 谢谢燕七的抖音一号 谢谢燕七的火箭 你看第二盘和最后一盘 守卫都没有一定认识我是狼 对吧 那个耿雪人没有认识我是狼 长南也没有认识我一定是狼 对吧 谢谢Miro的仲下业之梦 这也有关系 所以有可能下次他们知道我是狼 知道我会找到他们 他们可能会自首吧 但我也会砍他们 因为我砍的 砍死的守卫太多了 我下一次肯定得砍个便宜 不然以后守卫一死就该说我是狼了 那就没法弄 对不对 我夜里要砍三 怎么可能砍三 你看错手势吧 我说你没有理解我的手势吧 不可能砍三呀 砍三不是开枪带我了吗 三号肯定是猎人呀 我在指三号 那是枪吧 可能你不太会看手势 对呀 我不挑猎人 一号就把我出来 我挑了猎人 所以一号人家不会摆了我 不然他就把我摟了 现在错错了 钻石油轮 我肯定得跳身份 我肯定 我那个猎人不是斗里斯玩的 你们能懂吗 我挑猎人 我不是在斗里斯玩 我挑猎人 我只是单纯的想让自己活命 能明白吗 你们以为我斗里斯玩的吗 没那行功夫 我挑猎人就是为了 我自己不被low 然后十五 然后 跳女巫的话就很假了 跳女巫是肯定不能跳的 验枪不可能啊 为什么要验枪呢 我是猎人 第一天把我出了 我就不开枪 我单边猎人 如果袁家把我出 我就压枪了 我说那袁家出我猎人 我不把你袁家绷得就不错了 你懂吗 这东西不能 你不能 我以前还带过袁家呢 袁家说单边 把单边猎人出了 我就把袁家绷了 我说那我不 我不认可你是袁家 你说袁家不可能出单边猎人 凭啥让我 谢谢991的跑车 所以没什么问题 行了观众朋友们 我溜了 我溜了 跟你聊会天挺好 走了 明天还一天呢 明天还一天呢 今天人气将将到八了 打到四局 挺累 我去卸妆了 走了 拜拜了 拜拜 大家拜拜 早点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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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